今天我家宝儿想出去骑车了 所以正好带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河边营地 这是姥姥第一次骑车带啊 有一点生疏啊 不过还是总体来说不错的啊 这块呢有两个营地 我们先去左边这个营地 那这整个营地呢 前面第一辆车啊都是管理员的车 这边吧 看这块的车就比我们那边的车多了太多了 哇这辆车呢是比较大的一转啊 就算好大的 这车挺漂亮的 但也不是那种最大的 八十九 我们这个房车营地啊一共分为三个区域 我们住的呢这个是老区 老区呀是只有接水 接电 但是没有排下水 下水呢都是集中去排 后面两个呢是新区 新区呢有接水 有接电 还有排下水 而且整个营地呢 看起来比较新一些 所以呢 比较难预定 我们这次呢就没有预定上 因为是临时预定 有时候我觉得这个美国人啊 真的挺会玩的 他们呢脱家带口出来 还拉一些很多很多的东西 包括孩子的呀 帐篷啊 还有尤其是后边的拖车上呢 会拖一些自行车呀 滑水板呀 还有快艇 船 这些娱乐项目 这个营地的车啊比我们好 你们看左边这个大壶啊 好大啊 这个 这本是跳的 左边出营地 这个就是左边的营地了 我们现在呢 直行进入到右边的营地 左拐 前面这个呢也是主管车 这主管车还挺豪华的 然后这边的营地呢 还有这种小蒙古屋子 你如果要是开西加车来的话呢 不需要搭帐 谁就觉得这块就开了 这个营地呢就算比较齐全的设施 啊这辆脱卦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啊 它这后边呢是带阳台的 不过今天它没有把阳台敞开 也是比较大的一款脱卦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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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木屋大一点 这边的木屋大一点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这边的木屋 它会比刚才的大一些了 现在脱挂的玻璃设计的是越来越大 有点像美国的房子设计 不过大窗户同时意味着 你车里的温度会稍微的有所变化 因为越大的窗户 保温效果不太不好 但是大窗户也有它的优势 就是你可以看到 比别的车更宽广的视野 其实我觉得如果我选的话 我肯定选一个大窗户的 有时候我真的觉得 这个营地管理员都这么豪气 开的车比我们都赞 这大柴油车多爽 行了 哎呦这疙瘩疙瘩的 咱们边路真是快要修了 到了 到家喽 下午我们要去河边喽